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16349 OTC也同步下跌 因为礼拜一我们国签日 那国签日的话 美国股市是礼拜五跟礼拜一两天都下跌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准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这个量是又缩下来的 而且这个量缩下来 各位朋友注意到一点 他杀下来之后在这里 似乎又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但是 但是 这只手 似乎有心 那他不想在这个地方 出力 他不是没有力气 但是呢 他似乎今天 并没有要用力拉抬的意思 跟上个礼拜比起来 那天一口气大涨300多点的 那个气势 不一样 主要原因是什么 原因主要是 上个星期 这个地方来到16162的时候 他破了前方16248 那在这里 如果1628迅速 不把迅速站回去的话 那18034这个地方 回档修正 这里面就是一个所谓 中继整理失败 讲白的啦 这个点位破掉 没有立马守住 那么会导致很多 信心 不足的筹码 迅速的杀出来 而偏偏上个星期 又是我们光辉的国庆日 所以上个星期啊 很明显的 这关股很用力护盘 投信的持续大买嘛 你看 投信的持续大买 你看只要跌 他就大买 跌他就大买 杀下来跌 他就大买 现在的投信 已经变成是怎么样 有点可以从投信去看 关股的心态 可是另外一方面 最近投信 最近投信在买超的股票 如果大盘 整理完毕之后呢 他跑的会很快 好 我们来看 我们先来看 这个格局 我跟各位讲 这一次 这个上到五月份的时候 在这里 这个区块 是电子套劳区 那第二次 18034 是航运跟钢铁的套劳区 所以严格上来讲 电子股 有些电子股 他比航运钢铁 先更早见高点 如果他们先做足底 那么就有可能 是下一波怎么样 不管是反弹 或者回升 都是这些股票 但以形态上面来看 从8563以来 周线从来没有三连黑了 没有三连黑了 但是啊 因为周KD背离嘛 所以这整体而言 这个地方18034过高 过高但是KD没有过高 不但没有过高 而且交叉向下 那这个地方就叫背离 背离 所以背离之后呈现怎么样 技术指标呈现空方的排列 所以大盘虽然在横盘 但技术指标 相对比较弱势 那最好的状况 是用时间来化解 是用时间来化解 每一次反弹的族群都不一样 强势族群都不一样 这一波反弹 有没有 五月份这波反弹 靠电子 可是航运反弹 钢铁反弹 但你看看 大盘在这里 手180 这个16248 16248 有没有 1628守住 可是各位 你看看 长荣 1628在哪里 我们再看一次 大盘1628在这里 加权指数现在在这里 没有破 你看到没有 16248的时候 长荣在这里 大盘还没有破 长荣在这里 航运股 电子股的部分 我们就举几档就好 3008大力光 16248的时候大力光 2700 现在大盘多少 1900 这个大力光 现在1900 这些都是跟各位讲的 你说长荣获利好不好 长荣获利很好啊 大力光获利好不好 这也不用说了 可是呢 他们不是主流吗 所以你抱着不动的股票 抱着下跌的股票 你只会变得 无可奈何 简单讲 其实 以现在来看 大力光跟航运股 已经是旧主流了 已经是旧主流了 所以这些旧主流 你要不要换 就算上周反弹 哈印股 就是卖点 大力光 就是卖点 很多啦 2327的国具 对不对 虽然今天没有破低啦 但是反弹要不要走 你抱着国具 抱着大力光 你抱着 这个 航运股 你或许明年配息 感觉上配起还不错 可是股价损失 早就已经远远超过 你明年可以拿到的股息 对不对 所以反弹上来之后 弱势股反弹 你要出 那回到法人成本区的 我就讲嘛 我们拿投信作例 回到投信成本区的股票嘛 回到投信成本区的股票嘛 我们先看这个阳明光 来 有没有 这一波投信 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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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有没有卖 都没卖 上去不要追 下来怎么样 你下来回到投信成本区 来到投信成本区的时候 自然下面铁板区来了嘛 就铁板区嘛 前面买了一堆 他就铁板区 对不对 然后第二次压回 上礼拜 是不是又涨停 对不对 那你看今天阳明光 开盘没有多久就光要涨停板了 我想 你不至于今天再去追阳明光吧 甚至追涨停板的阳明光吧 对不对 你如果去追今天涨停板阳明光 我告诉你 那你不是等于 你不是等于帮投信抬教吗 你现在是要来投信帮你抬教 你现在是要来投信帮你抬教 投信买了一堆 杀回到他成本区这里的时候 你去买 他帮你抬教 你今天去追阳明光 你不是帮在这里买的投信抬教吗 对不对 但话说回来 如果压回呢 压回在这里 只要这个低点不破 只要投信都没有在乱卖 压回就早买点 你也不用急着今天去买 为什么今天要去买呢 来老师我想做当冲 看他涨停板了 好像锁住这个 明年还会有一根 所以我说跟各位讲 你股票去追 你追在119.5 今天杀下来 盘中这个地方杀下来 最低杀到多少 111 一叉叉8块钱 所以股票就是拉回买 对不对 股票就拉回买嘛 那你看这台阳就好 来 对不对 法人在这里开始买 股价刚刚开始上去 你只要压回买都赚钱 你只要压回买都赚钱 我不是跟各位讲吗 你不要追 压回买都赚钱 有没有 那你听我的 几乎全部都赚钱 达到76块7 对不对 达到75块5 达到75去接 达到76块去接 不是都能赚钱吗 你不要去追他嘛 那今天23一次台阳 对不对 很明显了 是不是相对强势 对不对 大盘跌了快300点 台阳你看 强不强 所以这种股票 你只要不要大涨 压回你去留意 你看法人有没有出 法人有没有出 基本上来讲 他又怎么样 大买 横盘整理 大买 冲高 中间都小幅度调节而已 所以严格上来看 各位你看嘛 我就拿这段期间 跟各位讲 你看嘛 平均股价74块58 对不对 法人买超 16993张 什么时候 你记得数字 法人买多少 接近17000张 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 那平均股价74块钱 你看到没有 这段期间 从这里到这里 均价74块多 法人买17000张 股价73块钱 也就是说 你现在去买台阳 基本上来讲 你在这段期间 法人平均成本之下 对不对 那你除非遇到什么 系统性风险 我不敢讲没有 可是只要压回来 所以当股票压回来 当大牌压回来的时候 你不是所有股票 都能够逢低承接 大牌压回来的时候 你是要有大人在家里 照顾股票 你才能承接 那不然你乱买 都是散户 到时候你买下去 散户一张两张 这个给你乱到 所以我跟你讲 像台阳 对不对 拉回买就对了 拉回买就对了 对不对 其实资金只有一套而已 对不对 你要喷出钱大买 还有天天追党停板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段广告 待会马上回来 来我们再来看 你说最近这段期间 我们讲 有数字的股票 业绩好的股票 成交量大的股票 大家都知道股票 你告诉我哪一档股票最强 我跟你讲 这个绝对排在上名 61的经验 对不对 你自己看吧各位 我们就拿投信做例子 有没有 是不是 这边 这边开始小买 这边大买 这边还在买 中间有调节 调节一点点 一点点 调节一点点 对不对 那你注意看 前面买一堆 那买一堆之后 压回在这里 不是好买一点吗 你自己看 你这边不要看嘛 你这边不要看 你刚刚还没发生嘛 那个时候 刚刚拉回在这里的时候 你前面投信不是买一堆吗 压回这边不是可以买吗 什么时候 9月9号 来导播 回到大盘这边来 电脑 9月9号这里 对不对 当然了 你说老师啊 你可以买9月8号9月7号 可以 当然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呢 但是问题是什么 你9月9号买 它是一个确认点 你懂我意思吗 正式转强 所以你要观察 你现在要观察 不是说叫你说 老师我一定要买在最低点 我一定要买在最低点 我告诉你啦 有的时候 你要赚那一点点 假设你买在这里 假设 假设你买在这里 你可能这边被洗掉 你懂我意思吗 又或者你可能买在这里 你很厉害啦 买这里啦 你上去可能赚一点 你就卖掉了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你股票你不要看 一天两天在做 有的人说老师 我赚一点点赚3%5% 好高兴喔 结果呢 这一涨一卖掉 一涨一大端 对不对 那你要看是一个格局 这个投信他还没有卖 所以压回在这里 这是个好的买点 那你买完之后 基本上来投信帮你抬轿 有没有 那165附近买进 对不对 9月9号嘛 压回165附近买进嘛 拉回你要敢买 为什么 不是叫你乱买 你要敢买 你要有一个基础在这里 投信买在这里 不是乱买 是不是 你看 强不强 165 涨到227 最强投信 做账股 是不是 对不对 那你买到了 其实你看经验 经验经验也是黑的啊 也受到大盘影响啊 可是相对上面 它就比较强 相对上面 它就有撑 相对上面就是 投信还是在那样撑着嘛 那这个大盘整理完毕 搞不好经验就嘎空了 对不对 看一下经验嘛 看一下经验嘛 哦 捐资比28%哦 哇 这个 这个 有没有看见 捐资比29% 29.56% 再上去 再大盘整理一下之后 再过去 再过227就嘎空了 是不是 那你觉得说 老师那这种股票 简单嘛 拉回我再带你买嘛 可是你自己不要乱做 我跟各位讲 大多数的投资人 都是怎么样 自己以为 好像这个地方 可以买是低点了 是不是 所以 这有些股票是这样子 来 你看这个惊鸿就好 不是跟各位讲 我这个地方是个买点 有没有 我都跟各位讲过了嘛 对不对 我还写了 我说 123 4 对不对 谢谢各位看了 有没有 这边买 大买 这边 大买 这边 还在买 有没有 那刚好 压到这里来 因为 他这段期间被分盘交易 五分钟一盘 所以 一直看他 老师分盘交易 他就 一张两张 一张两张 在那边卖卖卖卖卖卖 那这段期间 你就不要理他 你就不要理他 因为怎么样 他有流动性的问题 五分钟一盘 好 那 杀下来到这里来 也接近要结束分盘交易 恢复正常交易了 那股价也比 投信的成本区还便宜了 我这段期间 投信买了 6310张 平均股价 156元 那156 你130 要不要买 你自己决定 那130 买的话 来 你看 今天最后到173 43块钱 10月5号开始 来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今天第五天 你跟着我买 买完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今天第五天 130 到今天最高 173 当然到这里 我说它要面临 面临整理压力 就跟经验一样 来到这里 大家都看它强 可是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现在 大家都还不敢买 所以你压回的时候 6411经验也是一样 对不对 这个整理完毕之后 也是准备创高的 3141也是一样 这整理完之后 离高点也很近 今天压到这个颈线位置 这个颈线位置 各位懂我意思吗 压到颈线位置 今天是大盘 跌300点 大盘今天 只要是平盘 我跟你讲 大盘只要今天平盘 我告诉你 涨天板184 这边186 说不定明天 就创新高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股票压回买 你才能赚 那你说你去追 你去追追得心惊胆战的 是不是呢 所以每个人的资金 都是这样子 你资金只有一套而已 这个跟大盘 涨300点 跟跌300点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你大盘涨300点 你每天去追 我跟各位讲 最好的状况是 你小赚小赚小赚 可是只要大盘一回挡下来 我跟各位讲 那个赚的通通吐出去了 通通吐出去了 你只要换掉旧主流 转进新主流 你一定反败为胜 还有就我刚刚讲的 拉回你要买 对不对 你想做哪种人 各位你自己决定 我只常跟各位 你自己决定 红嘴是拉回买 你看投信 这拉回买 直接拉回 这个不错买点 红嘴 对不对 来这个股票 第四季投信收招 说马骨 各位你自己看一看 好不好 在这里 这个这样整理这么久 投信在这边卖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 跟各位讲的 你要真的再错过 你就会变成跟金红一样 这样子 有没有 拉回 投信在这里 你不买 你看到没有 涨上去了 你会变成跟金燕一样 看见没有 压回你不买 就涨上去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还要犹豫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各位 亲爱的观众朋友 股票就是拉回买 你就是拉回买 我知道大家没有信心 那光辉十月 我跟各位讲 丁老师来帮你 诚心诚意的来帮各位 你今天你认为你自己没有赚到钱了 你也认同我讲的 你认同我讲的 拉回 而且你认为我讲的这个地方 投信的筹码 事实上来讲是不错的 那你来 这几天我帮你出一半 帮你的成本 负担降到最低 拉回买这个好机会 还宇哥帮你出一半 这个机会怎么能够错过呢 好不好 想赚钱的 跟着我们 打电话进来 光辉十月 宇哥先帮你出一半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